Hello,这里是严浩翔的视频日记2 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视频日记1和视频日记2 中间隔了那么长的时间 因为某些烦人的不可抗理因素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烦人的不可抗理因素 不可能因为我忘了 我像是那种会忘这种事的人吗 没错,你就是 不,我不是 然后因为这些不可抗理因素 让我的视频日记变成了视频月记 不过没有关系 以后它又会变成视频日记的 这今天从哪儿跟大家聊起呢 聊从回重庆开始聊起吧 然后回到重庆之后 我的手就感觉没有那么疼 可能自带家乡buff吧 就是回来之后 哇,我的手感觉 下一秒我就可以把10个块拆掉 然后跳舞了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是 可能是重庆 有点潮湿的原因 北京比较干 然后像我这种大油皮 归重庆之后就开始疯狂长痘 当然长痘之后 我也有去看医生 医生说是青春期的原因 然后年龄到了 然后叫我有在喝中药 调理自己的身体 当然也有去做皮肤管理了 其痘痘是真的很疼 然后做皮肤管理 皮肤清洁之后 虽然说还是有效果 只不过痘痘还有 我希望它能快一点好吧 然后跟大家聊一下 我今天一天都干了些啥吧 今天上午早上起床之后 我背了英语单词 然后复习了会考的内容 因为我们马上要会考了 得知会考这个消息 所以是蛮 蛮蛮久之前了吧 反正挺突然的 当时我接到我妈妈的 微信电话 然后他跟我说我要会考了 当时我还挺突然 因为开学没多久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会考了呢 但是他就是告诉我 就是这么快 那好吧 就是既然这么快了 那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然后最近呢 也在疯狂的复习 做模拟题 然后成绩还蛮好的 就是模拟题做出来的成绩 所以说对于会考白 是挺有自信的 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可以过 那么聊完学习 那我们聊一下 训练方面的事 今天下午呢 我们上了舞蹈课 那么大家会好奇 像我这种手 我是怎么跳舞的呢 我是走了队形 没错 我是走队形 不过舞蹈动作呢 我会跟着一起小跳了 大家应该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两只手的动作 我只做一只右手 对 大概 我现在就会这么跳舞的 然后呢 呃 舞蹈课完了 那么就是晚上了 晚上的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 就是会考内容了嘛 然后上完课之后 我又去见了很久没见的深月老师 因为从去韩国 然后到回北京 其实 很久没有回重庆了 其实 那个春节的时候 回来重庆 也没有跟他见面 这次见面呢 聊了很多 从包括 去韩国到现在的一些 心态上的变化 然后 追求的变化 反正 嗯 收获还是挺多的 更加明白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 也 更加清楚了自己的目标 对 今天一天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然后 我也才回家 嗯 都给大家录这一期的视频 嗯 我等会儿准备去 换衣服 然后洗洗澡 准备睡觉了 因为现在时间也不是特别的特别的早了 嗯 想一下 那么 本期 杨浩翔的不定期视频日记 二 到这里就结束了 嗯 我下次应该会 嗯 很快的跟 不定期 那个视频日记三 应该会 对 如果有不合抗力因素 那就 那就 那就没办法了 不过 会避免的 对 我会记住的 嗯 那么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